今天有几项消息要来跟大家做说明以及澄清 那这几天呢大家看到永乐市场出现了两起的确诊案例 那今天呢也有很多人在讲台北市的疫调是不是不确实没有匡列 没有匡列到正确的人 今天刚好有这个案例要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用时序表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这样子的案例 首先我们先看到网路上有一篇文章 讲到说这个永乐市场的这个匡列呢 整整慢了三天才匡列157个人 那他的朋友在三天前po文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市府完全没有通报 也完全没有派人做消毒 其实台北市政府在接到这样子的通知的时候 马上就进行了匡列封摊还有消毒的动作 怎么说呢我们透过时序表来带大家了解 我相信用时间的方式大家应该就很能知道 其实这个个案呢其中一个个案两个确诊 其中一个个案住在新北市 他在6月22号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咳嗽的症状 身体有一些些不舒服 所以就前往医院来进行快塞跟PCR 当天是呈现阳性的 也在当天被医院给收治起来 但因为他住在新北市 所以台北市的卫生局在6月25号 接到新北市的疫调通报 接到通报之后 我们马上在永乐市场匡列了6位的密切接触者 9位的密切接触者 这其中包含他自己的家人 还有他的摊伤等等的 那另外我们也封摊了7个摊伤 进行3天的消毒 做修饰的动作 所以其实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在接到 这个通知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马上做了一些处理的动作 6月28号 永乐市场的摊伤跟从业人员 总共有157个人去进行了筛检 这也是由台北市政府来做安排 在29号也就是昨天 大家看到台北市政府发了一个新闻稿 讲到157个人PCR的结果 全部都是阴性 我想透过这个案例 其实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了解到 整个时序表 也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提 跨县市疫调的问题 要怎么去做整合 跟怎么去做沟通 当然它时间上确实有一些时间差 在两方在沟通的时间上 确实可能会造成一些落差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 中央可以来做协调 让所有的县市在疫调 跟匡列的时间上 可以更精准更精确一点点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中央反应的事情 当然近期之内有一些改善 我们透过一些沟通的管道 可以让这样子的疫调进行的更顺利 那当然市场专案的大量PCR 也是刚刚在记者会中 这个市长跟副市长也有提到的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更多的大型市场的PCR的筛检专案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PCR的检测 把更多隐藏的传染源找出来 好 那我想刚刚透过这样子的案例 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 在疫调的作业上 跨县市是怎么做合作跟配合的 不过我们今天也看到几个节目 我们也请导播帮我们调一下画面 有几个节目在谈北农的这个案子 依旧是谈到柯文哲不疫调 这样的事实是存在的吗 你相信你自己讲过的话吗 那这几个节目在今天中午播出 依旧是这样子的讲法 我们也看到几个节目在谈这个北农的案子 早上也有一些敬爱的媒体前辈说到说 今天的确诊数据可以证明台北市 隐匿北农的疫情 这样子的说法 还是要再讲一次 每一个媒体 每一个评论员都有你自己的社会责任 只要你掌握话语权 你就要对你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有这样的事实才能这样说话 而不是意图制造社会的恐慌 我认为我们愿意跟所有敬爱的媒体前辈一起讨论 避免唯恐天下不乱的问题 也让社会来做公平 我相信大家在看到这些政论节目的时候 你或许只是听 不过我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来思考 整个事情的全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在看节目的时候 同时培养你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以上是今天的澄清专区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